在這裏我會重溫一些關於婚姻輔導和婚前輔導 或者其實任何輔導 這裏打出來的PowerPoint是關於任何輔導的 在這個輔導過程可以包括以下這些 但未必全部包括了 第一就是你和那個被受輔導者建立關係 即是你和他讓他信任你 去關心他 讓他覺得不太陌生 不是覺得很荒謬很硬的輔導 接著就聆聽他 聆聽他的情況 又聆聽他的感覺 他的需要 聽他背後 他的說話背後所表達的感覺 接著第三 這個麥克風好像 咦 現在夠聲音 就是引導對方的表達 譬如他不能夠表達的時候 你用一些問題引導他 第四就是回應和支持 感受和需要 就是回應他的說話 然後他有什麽感受和需要 就回應他 譬如他覺得不開心 有重擔有煩惱 你回應他的 有初層哲同理心 以及高層哲同理心 以前我們講輔導的時候 講了很多 這個初層哲同理心 就是說 譬如他 我剛剛被人罵我孫 我覺得不開心 這是一個初層哲 即是表面看得到的 感受到他這個痛苦 所帶來給他的傷害 我感受到你在這個過程 是不開心的 高層哲同理心 是回應他那個 深層的影響 譬如說 他剛剛被人罵 他可能 這個是 因為有一部份 是會猜測 然後問他是不是真的 會不會令到你覺得 個人 即是自己的感覺 覺得很失敗 很難和人溝通 可能很不被人接納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高 即是一個深層的感受 這個是要問的 因為你不知道的 譬如一個太太 跟他丈夫關係不好 那他可能的感受 就是覺得他自己 好像很失敗 或者我丈夫都不愛我 我將來怎麼辦 他可能會有這種感覺 但是我們不肯定 即不是個個都是這樣 譬如他剛剛兩個吵架 平時都很好的 不過他剛剛這次吵 那會不會覺得 你又覺得自己很失敗 他未必有這個感覺 那麼強力 所以在這個情況 你要分辨 以及要問他 是否有這種情況 即是一個更加深層的傷害 或者深層的對自己 覺得好像自己很失敗 那麼又個人分享 就是我們個人 有些甚麼類似的經歷 都分享給他聽 即是在輸導的時候 可以都分享自己的東西 但是就不要太長 不要主題 不要去到自己那裡 譬如他又說 我被人受傷害真的很慘 那次你就說 是啊 我也很慘 哎呀 我剛剛被人傷害了 很淒涼 那就變了他輔導回來了 因為你說到你自己很淒涼 然後呢 第六呢 對策就是confrontation 就是 可能confrontation 一定要用很強烈的說話 就是讓他知道 會不會是有一個 背後的問題呢 會不會背後 他有一個缺乏安全感 或者背後 他跟人相處的時候 他自己的傷害又走出來 去找回那個背後 因為有時候人會覺得 問題在別人身上 不在我身上 那我們有時候 要幫他去想一下 是不是 我們本身都有些問題呢 或者澄清那個問題在哪裏 然後就是 帶你分析的情況 有些什麼情況呢 去幫他分析 你的家庭 到底 其實你和你丈夫的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呢 到底你的外心狀況是怎麼樣呢 因為很多時候 人如果是受了傷害先 譬如說 有些人從小時候 都是經常受傷害的 那麼他會 跟丈夫或妻子相處的時候 都很容易 那些傷害就走出來 為什麼走出來呢 當他的丈夫不理他的時候 他就會想起 你小時候 家人不理他 他就覺得 你整天都不理我 那這個是可能 以往的傷害走出來的 那就是說 有時候他背後的傷害 又會走出來 其實有時候 未必是這麼嚴重的 那然後呢 八呢 就探討處理方法 那你留意 我用過探討 還有資訊是帶領的 就是說 不是我們全都告訴他 是引導他 為什麼引導呢 引導到他想完呢 他會更加 會深刻印象的 譬如說 這個人跟人相處 那我們去引導他 既然這樣有沒有困難 怎樣處理呢 有什麼方法呢 讓他想一下 就是不要全都告訴他 那如果輔導 你告訴他 他就變成他 就好像聽書那樣 他未必會很深刻相信的 是引導他去思想的 那由第九了 探討處理的 探討處理的步驟 有什麼步驟 可以處理這個問題呢 就是這樣 那由立約的意思呢 就是說 立約 立約兩種 一種呢就是 和這個受輔導者立約 跟著你會做些什麼 那我們跟著回來 會檢討回 這個一種立約 就是說 和那個輔導者有什麼立約 將來怎麼處理 然後呢 另一種立約呢 就是這兩個人 譬如兩夫妻 你們兩個立約 有什麼可以將來做的 那又會檢討回的 然後呢 第十一 就是計劃 評估 就是說 如何評估 聽起來好像很複雜 那我簡單說呢 就是什麼呢 簡單說 在輔導的時候 聆聽 跟著我一起說 聆聽 然後呢 我們呢 是引導他 評估的狀況 如果我們跳下去 是呀 聆聽就關心 聆聽 回應他的感受 講一講 回應他的感受 然後引導他去探討這個問題 然後引導他去探討這個處理的方法 然後呢 就去 找一個處理 這個處理的計劃 處理的計劃 處理的計劃 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找出一個 聆聽他 關心他 然後呢 去幫他探討這個問題在哪裡 然後探討處理的方法 然後呢 就去找行動 這樣就 就是說 在輔導的時候 一方面 令他覺得被看重 即是回應到他的感受 因為有時候 譬如 兩夫妻相處 可能很多對方都感受不了對方的 那我們回應他的感受 也都幫他回應他 雙方的感受 然後我們就探討 怎樣去 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 然後下一章呢 就講到 因為 今天 明天 和下個禮拜 都是有機會大家去聆聽 那你做些什麼呢 這裡講一些什麼 分一 在分前輔導的時候 可以留意些什麼 第一件事 他們關係在什麼程度 即你當你聽的時候 他們的關係在什麼程度 即你心裡面呢 聽他們說話的時候 你就去分辨了 第二呢 就是他相處是怎樣呢 即他相處的方式是怎樣呢 是用很和平的方法 會吵架的方法 還是達不到對方的方法 即他相處的時候 好像不能夠回應對方的感受 他們的關係的問題 或者是強項是什麼 他有什麼問題呢 那個關係 有什麼強項呢 然後下一點就是 他們表達了什麼感覺 對方有沒有說 即他有說了什麼感覺出來 然後他們有沒有回應對方的感覺呢 然後呢 可以怎樣引導他回應他的感覺 譬如他不懂得怎樣回應 怎樣引導他 然後下一點就是 怎樣引導他們處理問題 這個問題 有個感覺 都要處理問題的 然後接著呢 怎樣建立他們的關係 他們的關係可以怎樣建立 那我們再看一次一下 可以一起讀藍色字一下 關係的程度 相處是怎樣的 問題 他的關係的問題 和強項 就是他問題在哪裏 弱項在哪裏 強項在哪裏 表達 感覺 什麼感覺 有沒有回應 感覺 怎樣引導回應感覺呢 怎樣引導 處理問題 怎樣建立他們的關係 那就是大家可以拍了這幅 我們其實都會一路 展示這張相片的 那這個過程呢 那我就會去 輔導他們兩位 那輔導的時候呢 你又在想一下 如果我是輔導員 可以講些什麼呢 他有什麼問題 表現了呢 他有什麼感情 感覺表達了呢 我們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怎樣引導他呢 那你自己在想 那內鐘呢 我就會問一下大家 現在你們可以怎樣做 即是內鐘呢 我不會經常這樣做 在內鐘呢 我就會問一下大家 留意到些什麼東西的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試一下 所以這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最好大家就一直很醒覺 輔導這事情很重要 耳朵一定要動起的 當然我們的耳朵動起 那些 有沒有看過那些錄啊 那耳朵 常常動來動去 動起的 那我們輔導的時候 都要動起耳朵 因為為什麼呢 動起耳朵很容易會聽一下 就想到別的東西了 就去了不知哪裏 那就要動起耳朵 那也都是要分析個情況 那一路呢 在情況裡面呢 去怎樣回應 但是不要漏了聆聽 不要聽漏了些東西 一定要留心 第一 留心聽到 我們才能夠進行一步的 多謝 我們也會聽到 有些人 都在聽到 有些人 都在聽到 那些人 都在聽到 看了些人 都在聽到 那些人 都在聽到 聽到